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深港通12月5号正式启动 这也是继护港通之后 香港金融市场迎来的又一件大事 开通前夕 新华电视 东方卫视 第一财经采访团队 在香港分别走访 香港交易所 政府部门 中资及港资券商 大学教授和投资者 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互联互通 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 同样的答案是 为什么互联互通如此重要 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深港通启动前夕 记者来到全球最大的 共同基金公司 领航集团的香港总部 就在一个多月前 领航集团进行了一次 内部组织架构调整 将原本日本和亚洲 其他地区平行的结构 改为把日本和亚洲区合并 而把中国单领出来 作为独立的区域管理 这意味着中国在领航集团内部的重要性 骤然提高 我会有更多的时间 关注于中国这个市场 那从公司的集团管理层来讲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区 和亚洲和欧洲 作为变形的大区 也会更好地分享我们整个集团 在全球的资源配置 深港通的来临 让管理层看到加强中国业务的必要性 目前领航通过其全球新兴市场股票基金 在A股投资高达38亿美元 其中三分之一通过护港通 深港通在护港通基础上 做出多项改进 包括新增股票投资标的 增加市值在6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 深圳成分指数和深圳中小创新指数的成分股 以及A加H股上市公司 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 深港通下港股通股票 新增恒生综合小型股指数成分股 护港通总额度限制取消 深港通不设定总额度 还将增加金融产品 包括将纳入交易所买卖基金 领航预期 深港通将令蔚来集团在A股 以互联互通投资的比例显著加大 也在过去我们是一个 单向的一个建仓的过程 所以我们对流动性的要求 没有那么高 那随着我们整个建仓动作完成 我们需要有每天的 申购跟输回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会更加多地使用 互港通跟深港通 这些互联互通的机制 领航对A股的兴趣由来已久 不过在互联互通推出之前 领航却没有任何行动 直到2015年9月 领航才开始进入A股市场 今年6月 领航已经成为44家A股上市公司 前10大股东 一家境外机构 可以在几个月的时间 如此大量投资A股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一下子就把市场开放给海外投资者 通过香港的互联互通的话 你不用发牌 等于互联互通实际上是把 金融开放的过程加快了 加快了 把这个过程加快 也把监管成本减低 监管风险也减低 那么互联互通是如何让境外资金 大量顺畅进入的同时 又能够控制和有序呢 所有的问题都是在这两个维度上面 找出一个方案来达到最佳的交易 自由和交易的变异 同时又达到风险的可控 和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 发展的节奏有所顾及 那么你刚才讲到了总额度也好 刚才讲到了投资者的这一些 门槛的要求也好 包括标的的范围也好 都反映了这样的一种 这种解决这对矛盾的这种思维 互联互通以高效低成本的方式 打通两地资本市场 然而它改进的不仅仅是股市流动性 而是给中国经济的一些现实问题 提供了解决途径 2016年楼市开启疯狂模式 各大城市相继出台调控措施 房地产作为一个 就是说尤其是在中国作为一个 唯一当量的这种 可以隆纳这些 这些资金的水库的一个 唯一的途径 事实上这个是必然的 在缺乏投资渠道的情况下 不少人早已在境外 为手里的钱寻找出路 我们那些关口完善的分行 譬如说上水、元朗、屯门 那些陆路交通下来香港的地方 听到我们这些优惠之外 其实都很开心、很鼓舞 专程有时下来购物 顺便开启户口 所以当年如果说我大胆地说 十个户口里面 接近五个是国内人 由于旺角那些浪欧坊 对面那些客户 就是那些游客 比较多的地方 那间分行就做到晚上11点 那时候我们 没有正式互交通的 而有了互联互通 内地人可以逐步出户 就通过正式渠道投资海外 将这个资本的市场 可以有一个系统的打开 那我觉得是一个对双方面的业务 都是一个市场的业务 都是一个增加来的 而且就对港 尤其是对香港的市场 会增加它的估值 和它的流通性 那相对于我们一个券商来说 我们会估计这个市场的交易量 是会提升 市场普遍预期 未来在互港通和深港通基础上 互联互通的内容将不断丰富 投资者还会从香港到世界 是长远解决中国资产配置途径 缺乏的两方 互联互通以后 这个内地和香港市场的资金流动量大了 这个投资的 投资者往返的多了以后 使香港变成了一个 走出去这种桥头的这种 跳板的作用 更加显著 互联互通 看起来好像就是内地跟香港的互联互通 但实际上可能香港并不是一个终点 我们能不能设计很多的像ETF这样的产品 逐渐的去基金性的产品 把有些把美国的科技股拿过来 把拉丁美洲的矿业股拿进来 把德国的制造业拿过来 此外也不必担心 在资产配置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因为香港监管者 已经为这一问题想好了配套方案 比方说我们中国市场更有开放的话 香港可以做一些为内地市场提供风险管理市场 比方说什么意思 很多外国投资者 他们可能是希望去中国市场去做买卖 所以如果香港成为风险管理中心的话 外国投资者可以在香港去管理它的风险 管理得好的话 他们对内地投资的兴趣 跟我们说的能力可能更高 事实上互联互通机制 是李克强总理2014年 在博鳌论坛时提出 他表示将着力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扩大服务业包括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此后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频繁出现在各种官方文件中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总理将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作为八项重点工作之一 其主要包括一带一路五大方面 顾名思义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重点在于高水平 专家表示 中国这一轮对外开放和过去一轮对外开放 有着极大不同 极富挑战性 能否成功 互港通和深港通是关键 有了这两个通 我们这里的市场就真正成为一个全球的市场 过去30多年的中国的发展 基本上我们可以叫它叫做野蛮增长 野蛮增长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FDI 就是外国自己投资 所以下一轮的这个开放 它主要就是在金融领域和信息 这些所谓的软的产业 这个新经济产业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为什么重要呢 它不是那种野蛮增长的 你必须动脑筋的 互联互通方案的严谨架构 正是这一轮对外开放智慧的体现 它的成功运行将为一带一路 人民币国际化等其他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 提供条件 大型企业为主体的 我们跟着这些主体一起走出去 给他们提供金融服务 相应的在这些地方建立一定的机构 那么可以支持这个一带一路项目的建设 同时也把金融证券在这些节点上的 这个建设发展起来 这种互相补充 相互相成 相互依存 长远来说 这也将对国际金融秩序的改变 带来深远影响 我们以前是世界很多市场的债权国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希望 别人成为我们的债权国 因为只有人家愿意持有我们的债权了 我们才可以把人民币更多的国际化 使得国外的投资者更在意中国的自信 更在意中国的发展 把钱等于借给我们 我们作为这个负债方 那这些桥建好的目的 就是让这样一种大的趋势 一个权益的互换的趋势 能够逐渐逐渐地成为这个国际金融 全球金融格局改变的一个重大的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 今年的全球局势变化 也令中国必须更加坚定对外开放的目标 主动担起全球化领导者的重任 美国大选的出现这个情况 脱欧的情况 是吧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开始内向 这个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 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 是看不到希望的 那么唯一看到的希望就是 至少中国的领导人 中国还是雄心勃勃 新的增长模式 然后要一带一路 是吧 要在这个自由贸易 要填补 就是过去美国 欧洲 日本的他们主导的真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我觉得中国 它实际上所有的改革的政策 它都是一盘棋 必须要把中国自己的金融开放 要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